联邦交易部宣布已经批准为全国超过6万名从事公共服务工作的借款人提供约45亿元的学生贷款债务额外减免 这项措施也使得联邦政府总计位超过480万名美国人减免贷款债务超过1750亿元 古林佳的报道 联邦交易部昨天发布这项最新的学生贷款援助措施 透过Public Service Loan Forgiveness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 为全国超过6万名从事公共服务的人士提供45亿美元学贷减免 至今拜登贺锦丽政府已为超过480万名美国人减免贷款 金额超过1750亿美元 其中有740亿美元是通过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 共有超过100万名借款人受贿 该计划是为公共服务人士包括教师、护士、社工、急救人员、军人和其他公共服务的人士提供支援 为合资格的人士免出剩余的学生贷款余额 自2021年10月至今 加州已经有86,810个公共服务人士受贿于这项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 涉及金额高达66亿8420万 联邦教育部长米格尔卡托纳强调 在拜登总统上任之前只有7000名公共服务人士通过公共服务贷款减免计划获得债务减免 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自上任以来就将修补这个计划列为优先项目 卡托纳又向大学生喊话 表示从事公共服务事业不仅是一种崇高的使命 也是在10年内摆脱债务的可靠途径 26台记者古林家报道